黎智英助手马克西蒙向法国入透社表示 香港读果报或于数天内被迫停业 马克西蒙是谁 一名美国中情局前特工 黎智英的贴身助手 专门负责黎智英与美国人的政治勾结 力挺川普连任美国总统豪制假新闻挤兑拜登 结果让黎智英涉嫌干预美国大选 差点遭遇美国FBI调查的能人 一名触犯香港国安法 遭遇港警通缉的外籍逃犯 这次黎智英的得力助手提前吹了风 读果报目前已无法获得更多资金 停运或可真是数天内的事 公司无法使用银行服务 报犯存款到公司户口也悲剧 联系昨天读果报报道 公司资金仅购书州营运 冬结资产影响资金周转 支付员工薪酬出现困难 读果报的印刷同受影响 并填补支持的说 准备今天去信保安局寻求解冻部分资产 我们不难推测 读苹果确实要跌落了 回望与读苹果的较量 充满曲折与不易 2020年8月10日 香港警方已勾结外国势力 涉嫌违反国安法拘捕黎智英等人 还向黎智英的助手马克·西蒙 发出了通缉令 但随后由于你懂的原因 黎智英这群人陆续被保释 其出狱后还召集一众手足 去享受海鲜大巴 还阴谋钓鱼取证叫人痛刺国安公署 不仅如此 黎智英叫消毒苹果一定不会跌落去 并吩咐手下加印毒果报 一众约由更是出境争抢报纸拍送前 一副叫板港警的模样 境内外反华势力严守 在黎智英等人被港警拘捕之后 一传媒公司股价一路飙涨至最高22倍 紧接着由已将近82%的跌幅 快速将大量散户牢牢套住 他们联手上演了一幕股市割韭菜 说实在的那段时间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字 气 但我们依然深信正义必胜 斩杀港独的国安利剑从未停歇 并且收获满满 终于叛国乱港四人帮之手 祸害香港多年的大毒楼黎智英被斩落马下 身悲恕罪的他在牢狱里彻底体会人生更精彩了 2021年6月17日 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等5人 被港警拘捕 罪名是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警方还依法冻结了 读国日报1800万元资产 国安法间只读苹果 清理一致因身边残渣余孽 整顿乱港黄梅的意味颇浓 19日 让建宏和罗伟光连同集团旗下三家公司 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过审 法庭上 他们连夜当场反水表态割袭毒苹果 求饶申请保释 但被法官当庭拒绝 法庭外 杨八八要求港府放人的叫嚣 遭遇中国外交部的强硬回队 不得以一众约由大叫干涉新闻自由 拉着闹事专业户当众撒泼闹事 破鞋子睡台阶 最后给救护车拉走谢幕 看着他们无可奈何气急败坏的样子 广大爱国王有效了 万元战败了 法律战输了 就连毒果报擅长的文宣战也是溃败 五名董事纪高层被捕后 毒果报叫嚣着 要在六月十八日将报纸紧急加印至五十万份 还在头版叫 嚣顶住 扬言说只要香港市民购买就代表支持 南朝分子自桃腰包买入到街坊派发 都仍然滞销 香港文汇报制作的毒苹果汉奸离列行路 却从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受到热烈欢迎 问讯取报者络绎不绝 市民还在要求加印 爱国媒体对毒果报的穷追猛打 将其鼓吹的旗上旗下谎言 急得粉碎 媒体透露 一传媒董事会主席业艺间 事发以来一直未见人影 连身处香港或台湾都未能肯定 进一步阻碍毒果报以购买服务形式 维持的部分采访工作在缺人缺钱下 一传媒困境是更深 媒体还披露 在被捕时叫员工顶住的张建宏 今年三月就以750万元出售美福新村物业准备跳船 毒果报大佬早就做好了跳船的打算 真是苦了一众还被蒙蔽的小黄人 有毒果报员工担心纵使现实辞职 已无人够担请 批评高层不负责任 公司五月的时候肯关门 还有钱遣散我们 现在工资都可能发不出 及时倒闭 遣散费都没 你说不怕就是假的 过去天天撰写抗争要齐上齐下 到了现在轮到自己 没想到被毒果报高层首先抛弃 真是莫大讽刺 香港法律界对毒果报也发起了讨伐 按香港国安法第31条规定 若一家公司在国安法下被正式定罪 它将无法继续其业务 换言之会被取缔 毒果报涉案的上述三家公司 日后一旦被判罪成 或被吊销牌照及取消上市公司地位 届时持有一传媒股份股东 可能血本无归 曾经鼓造假行为 煽动仇恨的毒果报 如今落得个痛打落水狗的下场 痛快 但毒果报这只百族之虫 却是死而不僵 毒果报众多洋人的狗 并没有放弃抵抗 据黎智英助手监顾问马克西蒙透露 毒果报高层准备透过台湾业务发起众筹 一句话 借希望于蔡英文及杨巴巴 那么这样的执迷不悟 赋予完抗有戏吗 联系台湾毒果报宣布 5月18日起停刊的往事 就知道依靠蔡英文及杨巴巴 也还是死路一条 这样的情势推演 我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更何况现如今的蔡英文早已被持续高发的疫情搞得焦头烂额 更被连续绕台的解放军战机吓破了胆 因果循环屡是不爽 刚刚传来了毒果报 即将本周将停运的消息 一传媒董事会今日召开会议达成共识 将停运毒果报及动新闻 25日在商议确实日期 如董事局届时决定不继续营运 动新闻会于周五晚11时59分停止更新 26日的毒果报出版后便会停止运作 还是那句话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任何人妄图卖党求荣 咸阳自重必将亡火自焚 没有什么势力能阻挡中国崛起的步伐 任何人妄图在中国的土地上煽动颜色革命 也必将招致重击后的惨败 毒苹果的下场就是鲜活的例证 那么黄美党独受审没有看点了吗 仔细盘点整个案件办理及庭审过程 有三个看点非常值得关注 看点一 境内外乱港势力陷于无力 一众约 又不得已上演群丑戏码 这是他们溃败的象征 早在6月17日 港警逮捕毒果报五名高管时 美国 欧盟 英国 还有台湾便发生予以干涉 妄图施压特区政府放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要求港府立即放任 台湾则对事件感到无法言喻的愤怒和哀伤 然而 就这些做样子式的表态 也当即遭到了中国政府的硬气回对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香港是法治社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法外特权 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任何权利自由 都不能突破国家安全的底线 并敦促个别外国政客放下傲慢和偏见 令其双重标准 不干涉他国内政 眼见李屈词穷遭遇打脸 这次法庭审判 杨巴巴退场了 无奈的港独约又换了新策略 一个事宜哄而上 深情悲伤 19日 七九龙裁判法院门外 已排起长长的旁听人龙 人数超过80人 包括读果报的员工 多辆警车在场戒备 黄浩铭对着媒体大叫 港警国安处没有公布任何犯罪证据 形容检控是打压新闻自由 另外一个是 王婆出场 留人现眼 闹事专业户 约又们的王婆婆这次也出场了 手拿读果报和一众乱港约又一起拉着横幅 期间 他与保安员争执 最后有两名便衣女警将王婆婆拉出法院范围 对着中王婆婆的一双鞋脱掉 他脚剩下袜子 表示会等到张吉罗申请保湿的结果才会离开 然后干脆躺在台阶上 最终感觉戏份眼够了 熬不了香 港炎热的天气 其声称突板不适 最后由救护车送走 而他们的群丑戏 也只能落得个滋山嘴巴 丑态百出的下场 看点二 张建红和罗伟光上演临场歌戏戏码 妄图换取宝石被剧 解气 现在想起来玩歌戏了 可惜晚了 看点三 如果爆出犯香港国安法 或集三间公司 一场对黄美港独头目的庭审 我们目前虽然未看到他们领行入狱 与其大佬黎智英共序铁窗类的一幕 但这帮群丑在国安利剑下 则上演的摇起无力 歌戏求生 本来是一个比喻的 打开 本来是一个比喻的 对黄美港独头的一幕 这位是一个比喻的 本来是一个比喻的 感谢观看